5月29号20时55分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 后续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将接过指挥棒 全程为天舟二号保驾护航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是中国升空测控的指挥调度和管理中心 从神州到嫦娥 从天宫到天问 北京飞控中心一路见证着 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飞控团队来说 掌控着整个航天机的状态 就像我们放风筝一样 航天机是风筝 我们就是放风筝的人 那么要用这根线 要牵住这个风筝 所以我们发送的每一条指令 所计算的每一个真数据 都需要精准无误 都需要付出心血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要兼顾载人航天和升空探测两大工程 从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到嫦娥五号任务 再到空间站任务 北京飞控中心团队 一直持续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为此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制定了场所使用 及系统切换方案 我们中心会进行非常严密的组织 我们会把我们的飞控人员 分成为多个团队 所有的团队都在并行地开展 这方面的工作 当前对于中心来说 确实是我们一个高峰期 但是我们之前也有预判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5月30号五十零一分 天舟二号货应飞船 与天河核心舱 完成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天舟二号携带了航天员生活物资 舱外航天服务 及空间站平台设备 应用载荷和推进剂等 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汇对接后 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 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补加 和空间应用项目设备测试等工作 组合体完成对接之后 我们会把组合体进行一些姿态调整 进入一个长期飞行的姿态 之后在适当时刻 我们会对轨道进行维持 那么使它进入等待 神舟十二号交汇对接的轨道 之后我们会进行推进机的布架 然后就调整姿态 等待这个神舟十二号的防灯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独立自主 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 根据任务安排 空间站计划于2022年完成载轨建造 具备长期开展境地空间 有人参与科学实验 技术试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 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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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